歡迎收看股市將軍 今天是111年新春開紅盤 今天大漲225點 那虎年的第一天非常好非常旺 那我們先來看台北股市 這台北股市今天走勢 這台北股市今天走勢 先看一下台北股市 這台北股市今天對不對 先看一下其他的好不好 道琼 Nostar 肺半 有沒有看出哪裡不一樣的地方 再看一次 道琼 Nostar 肺半 只有肺半再破對不對 但還是上啦對不對 道琼沒有破喔 為什麼 因為宣布啦 已經宣布啦 宣布3月要升息啊 可能升兩馬吧 升幾馬我是不知道啦 那升息有這麼可怕嗎 投資朋友 升息可不可怕 升息當然可怕 但是他有沒有先反應 這一段在反應什麼 這一段在反應什麼 這一段不是反應疫情喔 你不要說老師 這是反應那個疫情 越來越嚴重 疫情根本沒有嚴重啊 疫情哪有嚴重 你就把它融入變成生活的一部分嘛 對不對 你說他什麼什麼都完全沒有疫情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 不要想太多 那這一段 充分的表現就是大家害怕 害怕升息 對不對 道琼 所以沒有破前提喔 NASDA也沒有破前提 但是喔 老師那非半有破前提 破前提也不重要啊 那重要是什麼 重要是你要趨吉避凶啊 投資朋友 不要小看這種一段 這一段都跌很深耶 這一段其實都很傷耶 我們來看台北股市 這很傷耶 你感 你有感受出來嗎 老師有 有 不要小看這一段 這一段很多股票都跌了鼻青臉腫的 對不對 很多股票跌了鼻青臉腫的 但是我在什麼 我在放假前 我在過年期間之前 我有跟投資朋友建議就是說 你們可以買一些 買一些喔 如果你會害怕升息 你當然可以買一些什麼 買一些但是你們不會買的 你怎麼會買這種股票 國泰金 我說這種峰回你就買啊 峰回啊 拉回你當然可以考慮啊 拉回啊 星光金啊 老師這股票 沒興趣 金融股會漲嗎 金融股就慢慢漲 那很多人也還是不太清楚 為什麼選星光金對不對 星光金配寫也不錯啊 那星光金大哥是誰 星光金大哥就 台薪金啊 那台薪金20塊了耶 今天看到台薪金是20塊 那星光金賺的比台薪金還要多耶 你知道嗎 你應該知道吧 那一個20塊一個11塊 我當然買11塊的啊 我當然買11塊的啊 星光金賺的比什麼 比台薪金還要多 那配息也很穩喔 我先跟你們講喔 這配息都非常非常的穩 那殖利率都非常高喔 你們記得我在年前 我都給你們推薦一些就是 你們不愛的股票 有沒有 我說那個投信買很多的 我們看看投信喔 等我一下 投信買一堆的 華碩 2347 聯牆 你們會買聯牆嗎 你喜歡聯牆嗎 老師這什麼聯牆 來 廣大 我都給你們推這個啊 那我給你推這個 存股也是一樣啊 星光金 都是什麼 都是投信大買的 因為我最近幫你們挑 都是挑 投信大買的 對不對 好那請問投資朋友 這一股票你不會喜歡啊 但是有時候我剛剛 我剛剛開場講的那句話叫 趨吉避凶 你不能把所有資金都買在什麼 跟去年一樣啊 全部都壓那些所謂的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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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莫名其妙的妖股啊 但是去年跌最慘的 投資朋友我們來看一下 去年跌最慘是什麼 是今天最強的 那請問我有沒有在這一天 1月25號 老師跌好慘喔 好慘超慘對不對 是不是跌很慘 你們記得我在1月25號 我節目講了什麼 你有沒有印象 你有沒有印象 但是我前面都沒有講 我只有在1月25號 有空去看 因為我1月26號就在講 講今年 升息的問題 我這邊就開始錄什麼 錄什麼 錄新春的節目1月26號 你們去看啊我1月25號 還在解盤啊 那我從來到來都沒有在講啊 沒有在講航運股啊 我只有在1月25號 最低的位置啊 我是問你那個 你們有沒有在看那個什麼 來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手機 我那天1月25號還在問你們說 你們有沒有觀察到那個 馬斯基的股價 16點幾嘛對不對 你還有印象嗎 你可能忘記了啊 那我其他時間我也都沒講啊 那我怎麼站在那個位置 因為我覺得那個位置已經是 相對恐慌啊 相對恐慌 那不是說今天掌停板拿出來做個討論 不是沒有必要 我只是要告訴投資朋友 你們今年的操作模式 如果你通常在最奇怪 或在最恐慌的時間做出一些決定 通常是錯的 通常是錯的 那當然也有部分的人可能因為受不了 想說哇這個過年時間 放了將近10天 讓自己壓力輕一點 所以把什麼航運股都砍掉 砍到最低點了 那你記得那天我講 我說你們有沒有在看那個 馬斯基的股價 我們來看一下 那是1月25號我那天在講的 我有講我是真的 我是覺得奇怪 他的股價一直創新高 一直創新高 這月線 這季線 這年線 投資朋友 人家在創新高我們在破底 但我不知道你買在哪個位置 如果你買在相對安全的位置 那就不用殺 你不用殺 不用殺到最低點了 你殺到今天最低點 你殺到那天最低點 你今天看到漲停板 那當然歐啊 所以我今年還送給投資朋友 兩個字 連續三年送你相同的兩個字 哪兩個字一樣 常看我節目的都知道 改變 我連續三年送同樣的字 就這兩個字 改變 如果你還是不改變 你還是整天 整天在尋找什麼什麼標股 投資朋友 你真的要想清楚 今年會有升息 會有升息的問題 那升息到底嚴不嚴重 到底可不可怕 那我們到底該如何操作 升息是開始全面性去做空嗎 不是啊 不是啊 我有交代過投資朋友 今年還是會有產生很多很多 新的標股 但是你在這一段時間 你是不是要先什麼 先避開一些 先什麼 會大跌的股票 你要先避開啊 成為我開場講的那句話叫 趨吉避凶 那接下來會遇到升息 又會接受到所謂的縮表 那請問三月會升息 升級嗎 這個重要嗎 那會今年會升幾次 總共會升級嗎 到時候再說嗎 但是你在發生的過 這個過程 你能不能夠先避開 你能不能夠先避開 投資朋友 我們今天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還是有很多創新高 但是還是有一些 還是在破底的股票啊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還有沒有創新高的股票 當然有 來看一下 這今天創新高的股票啊 還是創新高的啊 雙紅嗎 這你們都知道嘛 散熱的嘛 我們先從前面前頭開始講 我們講食品 食品的普風 這你有興趣嗎 這你有興趣嗎 沒興趣老師 沒興趣啊 好 那今天最強的 那當然就是不外乎 是嗎 航運嘛 對不對 航運啊都開始強力反彈 那你們要說是跌升反彈也可以啦 隨便你啊 對不對 那鋼鐵 還是有創新高的股票啊 還是有創新高的股票啊 那投資朋友有創新高的股票 我剛剛跟你講這些都是創新高的股票嘛 對不對 但是也不可能說 很多股票通通創新高啊 但是有沒有 我今天還是往下走的 甚至什麼跌的莫名其妙啊 跌到你覺得奇怪 為什麼要跌 那這個先講一下這都大家都知道的 環球金 他收購那個得商四創破局嘛 對不對 那破局 哇破局好慘 真的那麼慘嗎 有這麼慘嗎 投資朋友 你聽得懂就聽得懂啦 但是這個就 這個就要小心一點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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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但我覺得你說 因為收購破局 就沒了 我的看法不是這樣子 我相信你應該是聽得懂 但是也有一些你會覺得說 怎麼一直跌啦 一直跌一直破 一直跌一直破 一直跌一直破啊 那怎麼辦 那你要先 有些時候你要先避開啊 其實我都跟你講過啦 這個年前有沒有 年前三週有沒有 我覺得奇怪 那在噴的時候 哇每個人都有遊戲 每個人都有遊戲 每個人都有遊戲 這邊 這邊死最慘就遊戲啊 這邊怎麼 老師們 老師們都不見了 遊戲老師 遊戲老師 現在都不敢講啦 對不對 那當然其他什麼 原宇宙啦 或者是低軌的 低軌的 低軌有沒有跟你講 這先不要碰 我講幾次啦 我講幾次 當然你就說 老師今天還好上來 對還好上來 那我的意思是要告訴投資朋友 你們要去思考 當你在買股票 你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你在這種位置 在買股票的時候 麻煩你 麻煩你 麻煩你看他曾經是怎麼 怎麼表現的 聽得懂嗎 你會在這種地方買股票嗎 你怎麼不在這邊買 親愛的 親愛的 這小朋友都知道嘛 這邊買一定賺的比較多嘛 這邊誰的傑作 鄭君的傑作 我真的跟你們講真心話 其實我不是這邊推薦的 我是更低推薦的 你們自己心裡有數 因為我推薦的時候還有跌 我推薦還跌 還跌 還跌 對不對 但是你這邊就很喜歡 這邊你不愛 這邊你絕對不愛 這邊一定超喜歡的 超喜歡的 真的啊 不是嗎 你們都是這樣子啊 你們都是這樣子的 你們這邊一定非常愛 非常愛 愛到最高點 那我請問投資朋友 近期這一股票也決定嗎 包括連那個什麼 防疫股有沒有 連防疫股都還跌 老師這怎麼回事 防疫不是看起來很嚴重嗎 很嚴重啊 我知道啊 這我上次也問過你們啊 我說你們家有沒有口罩 你們家有沒有酒精 清潔劑 有吧 有吧 有你為什麼要買 有你為什麼要買 老師這很很強啊 受不了啊 受不了 你們都喜歡去買那種 受不了 什麼要受不了這種啊 偏偏我賣最高 我沒亂講啊 來 各位朋友 把1月21號的折訊拿出來 突破千元 突破千元就是最好的賣點 賣點 但是今天呢 今天呢 今天打到快跌停板呢 欸 欸 看你會不會操作嘛 你是賣這邊 還是買這邊 再問你一次 這邊你是站在買方還是在賣方 一千塊的時候 你一千塊你市場老是都給你看好啊 都覺得看好 一千就看兩千啊 一千一定看兩千的啊 但是一千呢 一千跌到快七百 七百三 七百三 七百三看壞 就跟那個大摩有沒有 那個大摩那個莫名其妙 有沒有 有沒有 今天講什麼 他們又講什麼 莫名其妙 有沒有出了一堆厚厚的報告 之前跟你講 沒有價值 那現在出一些厚厚的報告跟你講什麼 操作就這樣子啊 你要聽進去喔 要改變喔 要改變喔 你要相信我 你要相信我是不會害人的啦 我都是在高檔區就跟你講 你有些股票你要小心小心 但是有些我推的股票也不見馬上會漲啊 就像你剛剛看到的 你看看華碩啊 對不對 你剛剛看到這些 但是不代表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你說他不好 他到底是哪裡不好 我真的搞不太懂耶 你說華碩是哪裡不好啊 他去年大概可以賺到50 我不能估啦 因為主管計劃都有規定 你們自己去推啦 你們自己去推 你可以去推吧 你們應該比我聰明都會推啊 他去年的前三季43塊 但是他後面每 都已經跳到單季都是15塊 最少13塊吧 第一季13塊啊 15塊啊 15塊啊 那我也沒有說他第四季一定可以賺15塊啊 但是他可以賺幾塊 你自己算嘛 那這邊可以賺幾塊 再加上那個前三季43塊 那代表他去年可以賺哪 賺哪 賺50幾塊嘛 他配發的很高 他配發大概有七成左右嘛 那如果你害怕會升息 投資朋友你害怕會升息 你當然可以買進可攻退可守的啊 這哪裡不好 但是這種股票你不愛啊 殖利率高啊 殖利率高啊 哪哪哪哪哪哪 哪時候又突破這邊你就知道了 我不是說他又突破 我沒有說他會突破 我說哪一天他如果突破這邊 又噴上去的時候 那你資金不會大 那你當然當然當然 相對位置 不好意思喔 你也去看1月25號 1月25號我還在跟你講華碩喔 我1月25號還在跟你講華碩喔 我不是說跌我就沒跟你講了 我並不是說我都跟你講好的 跌我照講 因為你們會怕 你們會怕 當然一定要拿一些 拿一些去買什麼 買進可攻退可守的 對不對 那當然我是跟你推華碩啊 星光金啊 這也不錯 今天跟你講這一個 9945 潤太新 潤太新的前三季就7塊錢喔 前三季就7塊錢喔 那你自己加上第四季 前三季就7塊多 7塊多 股價才67塊 那如果再加上第四季的話 那如果再加上第四季的話 你不知道他那個配息 但是他配他配股票 你們喜歡配股票 不用買這一支啊 喜歡配股票鼓勵的 因為他都配這種4塊5塊的 109年配一個什麼 股票鼓勵配4塊 現金又配1塊 5塊 賺5塊 5塊多配5塊 那如果以去年大概可以賺8到9塊 8到9塊 那股價 股價 股價買67塊 可以買嗎 可以買嗎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我也沒辦法 因為我喜歡送你不會標的啊 我今年跟你們講的股票就是 我會送你一些 當下看起來不會標 但是他非常穩 我們今年就要求穩健 如果你今年還是在看那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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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 多神的什麼什麼標 多標 小心一點 我不會騙你啦 今年你的操作模式要調整一下 為什麼 因為這兩年大家都賺很多錢 這兩年大家都賺很多錢 那你有你的師父 對不對 那別人有別人的師父嘛 對不對 那現在就先拚先啊 那如果你還是 但是如果你還在思考就是說 什麼股票今年會漲10倍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什麼會漲10倍 我認為今年不會有漲10倍的股票 我認為今年 不太會有產生漲10倍的股票 老師你這樣講講 我都不敢投資 我都不敢買了 那我要表達什麼 我要告訴你們 你們今年要先求穩 慢慢來 今年不要急啦 那你也不要看不起這種股票 我剛剛講過啦 你們現在去尋找就是說 假設 假設接下來會有 因為今年 大概會升幾次 升六次吧 五次六次 不知道升幾次 不知道升幾次 但是今年就是會升息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買一些 那你是不是可以去買一些 跟升息比較沒有關係 那本質獲利也很好 那又不是說很高漲區的股票 所以你要去鎖定什麼 你要去鎖定說 近期 我們先看一下 美國 老師他近期道琼跌 NASDA會跌 肺半也跌 好 來 投資朋友 你們有在看美股嗎 有 老師我看指數 你看指數 你看的是指數 我看的是個股 所以你要去鎖定 你要去鎖定 當道琼在大跌 NASDA在大跌 肺半在大跌 哪一些股票沒有跌 哪一些股票沒有跌 你要鎖定 你要鎖定 你也不是說好像 就因為他 他要升息 那搞得你很緊張 先給投資朋友看一下 我們今天有猜謎的活動 猜得到 自己買 我的人有一個習慣 我在預告的當下 一定有東西 我不會有那種就是 黃貼紙 如果你還在看黃貼紙 那就 那你就太厲害了 或者是XX第二的 我這邊沒有XX第二 也不會有黃貼紙 不會 我 我預告就是要有東西 拿出來 來 那我要先講一下近期的 美國 美國在大跌 但什麼沒跌啊 還在創新高的 就是要留意他 來看一下 你跟我講 你跟我講 美國大跌 這美國的 什麼公司 你說美國指數大跌 什麼大跌 他創新高啊 那你說老師 這樣太籠統 那我們就看 我們就看過年的這段期間 看五個交易日 五個交易日 就漲了快16% 如果你用最低點 就算大概將近20% 那我今天要跟你分享什麼 來猜燈 你要猜得到你就自己買啊 猜得到啊 猜到自己買啊 跟這個 美國隊長 這美國隊長 你知道吧 你知道吧 你猜到就自己 你會買你就自己買 你就自己買 如果 老師我已經暗示你了 我已經暗示你了 他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股票 美國隊長 跟這有關係 跟這有 跟這兩個都有關係 猜得到自己買 猜得到自己買 你說老師 我猜不到呢 猜不到 猜不到我告訴你啊 猜不到我告訴你 最後一個號碼是5 可以吧 搶頭箱 搶頭箱 投資朋友 新村 新村我們就來 來開心一點好不好 搶頭箱 搶頭箱 猜得到的自己買 猜不到的 搶頭箱 直接跟你做分享 中場先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飛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飛凡 掌握未來 飛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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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书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好 同志们好 来帮你们追踪股票 事实上很多股票 是可以留意 像你看看 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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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我的伪装 伪装要创新高 当然 创新高 不代表什么 当然还是很多 因为我都会跟你们分享 这你们都可以留意 像华硕也好 技嘉 技嘉也不错 技嘉也不错 那我刚前面有跟你们提到的 润胎心 润胎心也不错 大概去年赚八九块 那股价才六十几块 对不对 只是说有些时候 你们不太敢买 你们就不喜欢买这种 感觉很慢的股票 感觉很慢 感觉很慢 事实上你可以去想想看 你赚时间如果买到这些股票 你的财富都完完全都还在 而且还小赚一些 不是吗 很开心 那我们今天有个活动 我们今天来拆个灯笔吧 来 拆得到的自己买 我都有跟你们预告 美国队长 美国队长 拆得到自己买 我都跟你预告了 因为他们家产品都跟这有关系 对不对 美国股市跌 但是他不会跌 你自己看这五天 这五天五个交易是往上走 趋势还是往上走的 当然你拆不到没关系 我想要跟你分享 因为今天是新春开宏 我们来第一天 我们来抢个头箱好不好 来抢头箱 拆得到的自己买 拆不到的 拆不到的你要同步 要来都跟你讲 他们家这些都创新高的 这都创新高的 投资朋友 股票市场很简单 逻辑都很简单 不是说美国跌 你什么都不能买 没这回事 当然啦 投资朋友 那你要去找相关性的 那我今天暗示你了 我今天暗示你了 美国队长 那你拆得到的麻烦你 拆得到就自己买 对不对 那拆不到的也不用气 我常讲 我都要跟你分享了 你不用拆 你建制要拨电话进来 LINE TG登记也好 都可以 只要有登记的 直接跟你们做分享 很简单 怎么分享 老规矩啊 把电话拨通 你就知道了 一样 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你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先线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